一路上 他不可能走远了 让西区警察局除人 把附近的路口全都锁住 他们走不了的 嗯 花伯 你回不回事听错了呀 我没有 他们是说要抓捕天机夜 这么说天机夜还活着 我是真的亲眼看见 他那车冲进黄埔江了 他不可能活呀 鼠猫的九条鸟 反正利金社的人说得挺确逗 局长 您听说了吧 季夜回来了 还活着 天机夜活着你这么兴奋干什么呀 局长 那非得这好人都死光了 我才能开心啊 他现在也不能完全算是好人 他是被通缉的人 被通缉的一定是坏人吧 当年钟山先生也被通缉过 局长 您听听 这什么话呀这是 他这话说得没错 这个田机夜呢 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但是 现在上边让咱们抓他 咱们就得全力以赴 吃谁的饭给谁干活 懂不懂啊 英明 明言 拍吧 他 assert心 你听口网 你听众声 这边 McCarthy 对啊 我还想问你找到了没有 没找到 你还记得葬在哪儿吗 敬希 何陆氏 陆氏 你快醒醒啊 这个是我刚刚解到的东西 你先帮我藏起来 回头再给我啊 有人没死 快 扶一下 上头 我找到小翠花 只要我能到哪儿 就一定能找到 那天在法庭上 我本来想告诉小翠花 东西藏在你 可是她好像 根本就不想听 始终都没有理睬我 那个时候她已经知道了 这么多人找的 就是为了找到那个东西 她非常清楚 那个东西已经给她带来了 杀神之火 我们现在最好 弄去岚乡书役再找一找 最好那个东西还在呢 你在这儿等我 我现在就去找了 等一下 我想这个地方 已经被人见识了 我先去看看 基因 这个突如其来的新生命 让何敬文惊喜万分 又猝不及防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没错 小心啊 那是你见过吗 好像是叶蕾水 舅医生 你肯定知道季节在那儿 就告诉我吧 我是不会害她的呀 我会帮助她的 莉莉 我知道你是个心理善良的人 所以也请你 相信我作为一个医生 为患者着想的医生 我感谢李炳君 没有失去理智对我腔下留人 所以也请你替我谢谢她 你就不用谢谢她了 你是著名医生 你的老师又是司法界的大佬 他轻易是不会强逼你的 周医生 你就帮忙我吧 我可不是李炳君 我要是叫醒进来 可是谁也挡不住的 莉莉 请你相信我 我不说是因为我真的不清楚 我不管 人是我送来的 你给弄丢了 就必须给我找回来 你们俩说的是何静雯 把她带过来的病患吧 叶静奇 去 我身上带着枪 你要是敢喊的话 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我不喊啊 我知道 我知道你有枪 他真的敢开枪呢 他就是个神经病 周医生 我们是朋友 你不会连我都欺骗吧 我 好 我去你一下 李莉莉还在上面 嫂子毕竹有道叫人呢 你来接她们是个神经病 这是最好的 只是现在医院已经被特务封锁了 你们要想出去啊 很难 想想到您在这个医院 发生了很多事情 没想到 姬叶被折磨成这个样子 你确定她就是田姬叶 当然 只是我给她做了全面的检查 发现她的身体状况 非常的不好 她现在 不仅是一只眼睛弱势 接见失眠 而且 还有严重的神经混乱症 由于她头部所受的外伤 造成了她 越来越厉害的头痛发作 说实话 她的确是个有着非常抑制力 和承受力的人 否则 一般的人 根本无法承受 她所受到的病痛的承磨 来人了 救命啊 葬葬 你没事吧 没事吧 差点就有事了 受伤了吗 你觉得呢 还站着干嘛 封锁所有出口 是 仗义啊 走 走 里面没有人 是我让他们藏在这儿的 他们能 能去哪儿呢 田一姐不是一个安分守己 医生不变的人 她不会在这里等着被抓她 走 周医生 你是先躲了 我现在是被通缉的人 所以你赶紧离我远一点 不要受到我未签 那你怎么办 出不去就不出去了 不行 我不能不管你 我现在已经是一个 置身子于都外的人 但周医生你不一样 你还有家人 所以你不能互渡 你不是还有何静雯吗 她是你的妻子 周医生 这还有谁比你更清楚的 我相信静雯如氏 不会做出对不起你的事 好了好了 我们现在谈论这个话题 非常滑稽 周医生 你赶紧走 不要理我 不行 什么都没说了 你还是跟我走 好 来 跟我走 组长 拿死一只帽 我们应该是老了 是我们用来装耗子的帽啊 去 去啊 走 看车 组长 全部都找过了 你要找到 开品店去了吗 房事房都看了 那院长办公室呢 我觉得应该没有 什么都有可能 去看看吧 是 李组长 没想到我们再次见面 又是在这家医院 又是为了田积业的事 没办法 咱们都是他朋友 我跟你说过 无日的朋友 我们是上下级惯性 好 怎么样 千万 我相信去医院的人 就是叶敬奇 我们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不行 他们那么多人 放心吧 林平君听我的 我心里有数 我 组长 这是刚才外面来了一个人 说有人给你带了件衣服 这是 这家医院护工穿的衣服 怎么了 组长 当年 诸葛亮送给司马仪的女人服 人家已经跑了 这是在嘲笑我们 这种事也就是田积业干得出来 局长 不好意思啊 让你白跑一趟 我来见一下老朋友 也是一件很高兴的事啊 你先忙 这个房间的钥匙只有我呀 是院长考察是留给我的 你呀 躲在里面 千万别活不住谁 搜 快 我现在才知道 原来做律师 还要有这个特长 你 你要是敢喊的话 我就对你们客气了 你最好不要对我客气 我是知道的 你现在的心里 肯定是连吃人的心都有 到底要怎样 我要见田积严 我要骂他 你不用来找我 你该让李炳君去找他 好 在这个方面呢 何小姐 可是比她做得也好得多 不允许任何人 捂灭我的妻子 懂吗 为了一个对你不争的努力 你觉得那样值得吗 我可以带你出去 只要你答应我 怎么 啊 奇怪 前段时间这个门口 还破败不堪 怎么今天这么热呢 我去看看 我是女的 不会引起他们注意 还是我去吧 等一下 好 来来来来来来 刘公子好 来刘公子 刘公子 要不你先回去吧 回去吧老大我怕静姐会着急的 不行 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 要不咱们一起走 好 走吧 好 走吧 去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慢走 慢走 慢走 辛苦了 司机 下来 那个日本人的钱田总龙杰给的钱到了没 他说如果您能以您的名义买下兰箱书役 然后再秘密转给他 他许下的钱 就立刻可以打到您的账上 等到日本人钱打到账上 你就拿一成给柳冰告诉他 我呢 是不会亏待他的 我和我们家老大不一样 不把钱花在女人的身上 好 好 今晚 给我找几个唱评谈 我想体会一下当年老大在这的感受 行 我马上去办 好 哥几个 你们说叶律师从开始到现在在那一动不动 他是不是想不开了 革命者怎么能这么儿女情长呢 我觉得这样挺好 这才是真性情 真男人 你们想想啊 如果一个男人连自己的女人都不爱 他就一定不会热爱生活 一个不懂得热爱生活的人 他怎么能替天下所有的人去争取权利呢 也是 不过夫人的确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女 难怪先生这么爱她呢 只是我不明白 夫人为什么会特别在意那个丑恶的男人呢 夫人回来了 静齐 静齐 姬爷来了 静齐 来 我们拥抱一下 静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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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 不烫了 快喝吧 静雯 能让我跟姬夜好好聊一下吗 好吧 静雯 我 不能让你禁止 静雯 体 ain't 我让你走 任吉野 我知道 你对我有很多误会 我愿意当面向你解释 吉野 我承认我曾经对你很鄙视 很怨恨 但是我现在看到你这个样子 我真的没有办法再恨起来 我不需要 我需要跟一个真正的男人对话 一个人强大不在于外表 你知道吗 我现在对你的同情多一些 谢谢你的用词 但准确地说应该是怜悯 俊业 我一直在忍着你 你不要不依不饶 俊业 你太多情了 那好啊 那今天我们就全都说出来 这才像个男人的作美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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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家 好啊 好啊 咱借一下 咱借一下 人生就是个舞台 你既然来了 我好好跳一下 就对不起自己 我告诉你 我是只老幽 我已经活了几千年 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要活着 来得不走吗 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为了找你 当我找到了 但怎么也没想到 你原来不要我 但我也赢了 因为 我已经找到你 你 钱他的礼物 是特意留给你的 你去吧 夫人 您说这个男人 为什么要激怒叶律师啊 因为他想让叶律师 把心里的怨恨和友爱 都释放出来 他比我们都更了解叶律师 他知道 叶律师是一个真诚 而且不会作假的人 夫人 您是说叶律师心中对这个男人 还有友爱之情 爱有多深 恨才能有多深 叶律师先翻了桌子 夫人 您要不要继续阻止一下 是啊夫人 就让他们用男人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吧 不是说过吗 是男人就会腾云驾舞翻江倒海的 等一切风浪都过去了 明天一定是个晴天 我算明白 为什么先生这么喜欢夫人了 夫人身上有一种大智慧 我想知道这课的是什么 一身和蛮子 那是唐诗里的诗句啊 故国三千里 深宫二十年 一身和蛮子 双泪落军前 这是那位李先生 一身和蛮子 双泪落军前 一身和蛮子 双泪落军前 夫人 夫人 里面好长时间没声音了 您要不要进去看一下 她们正在享受 彼此间一种独特的感情 我恨你 我真的还是恨你 你知道吗 我一见到你 这么多年我心里面住起来的铜枪铁臂 瞬间崩塌 我甚至觉得 我对你还有一种断袖之爱 不可能 我太爱女人了 景气跟你说实话 我可能没多长时间了 不会的 我们都是学法律的 要尊重事实 不能撒谎 你一定要找你叔叔 他一定能够把你带到国外去治疗 你不可以放弃 最不能放弃的是这个国家和人民 最需要治疗的是他 景气 我 景气 你能够原谅我 我就很知足了 当初我和景岚都以为你真的不在 但你嫌他又回来 真的对不起 相爱的人是没有理由 向别人说道歉的 可是他心里还有你 可是他心里还有你 我们就是个大家庭 这个家庭里的人互敬互爱 这是世上最美好的感情 也是我们始终追求的 我们俩开了吧 Israelis 这 我们被别人出卖了 特务已经包围了我们 景气您带着景文赶紧走 不行 我告诉你 当初我租这个地方 就是因为这里有个按道 你一定要跟我走 听我的 来 我们一起走 快 是你说叶定奇跟田姬爷在这里吗 在 你出卖了我们 是你出卖了我们 我没有办法 他们说 如果我不配合他们的话 我的未婚妻 我真的没有办法 好 够朋友 你可真是够朋友 你 要死一击死怕 干什么呢 这是他们曾经住过的地方 如果不是我对你的误解 我想他们现在还住在这儿 所以我们要把他们为做完的事情 做完做好再对了其他 没问题 洁盈 我还是要为审判去报仇 我不同意 景其 我也这么认为 景其 我并不觉得杀了一个罪人 这个世界就干净了 但是能少一个是一个 刚刚景夜也说了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帮他们完成卫进的事业 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 我已经通知了警署 让他们配合我们 把全上海的车站和码头 都进行封锁 对每一个要出上海的人 进行严格的盘查 好的 先生 我得到了一个可靠的消息 蓝香书彧名义上 是由刘二公子买的 可实际上 买他的人是田中龙籍 看来 他在蓝香书彧 这是挖地三尺 也要找到那东西 所以 你们一定要在他们得手之前 找到他 是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 第二天越有重要的事情 就睡得越早 他说那样可以集中注意力 保存体力 他是想腾出点时间 让我们交流一段 他实际上是一个 心狠系的人 任何一个女人 能够遇到你们其中的一个 就已经是很幸运的了 而我却同时认识了你们两个 那幸运的应该是我们两个 今晚 看看这张图 能看懂吗 我又不是第一次看你画画 那么你把藏东西的位置 在这图上标出来 你确定没有标错 怎么会的 东西要还给小翠花的 我不会忘了 太好了 姬妍 你为什么要让我把这个图标出来呢 你不会是不想让我跟你去了吧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了孩子 为了未来 为了不白白的牺牲 你跟静琪都不要去了 而且你们要立刻离开上来 可是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孩子是无辜的 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 需要父母都在 我想 谁也没有比我更清楚 不知道自己父母是谁的痛苦 这种痛苦 不能让我们的后台再经历了 这才是责任心事大碍 可是 刚才荆棘的水里面 我放了安眠药 药是治有道博士给我的 你放心他会舒舒服服地睡上几个小时 我现在去找人力车 你马上带他走 我不会让你走的 它就只能有时 你现在能几个小时 我不会让你慢慢把老婆 你也给你强调好 你怎么找人 你怎么没饭 不行 你没有人想想想想想想想 你在 시작 充满希望的红色地区 你们在那里将耽误起 改造国家命运的责任 你们将在那里 去播种更多的希望 你害自己呢 我知道 不论我说什么 都不可能改变你的想法 但是我请你记住 你是我们家里的一员 永远都是 你放心 我不会被关的 我会想尽办法找到你们 一言未听 这是你的 你亲身我 主要是哪些 function 绒柜 如何啊 如何啊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跟弟兄们说多把眼睛睁大点 是 别找倒霉 是 小邓那儿去了 今天给他值班巡逻去了 干吗去啊 有火车票吗 我们要检查检查 是你们两口子呀 我看这俩车夫挺可疑的 你们几个 拉那边审去 长官我们还要赶今天晚上的火车呢 派他 我知道他是谁 所以我今天必须根据危害民国紧急之罪法 依法将他逮捕 您既然知道他是谁 相信您也应该知道 您这样做就是把他送入魔掌 相信您也应该知道 您这样做意味着什么 我不否认您说的话 也许是对的 但是 但是您不知道 他即将成为一个父亲 就在这里 一个幼小的生命 正等着和他的父亲见面 您怀孕了他的 恭喜您 但是 我虽然没有跟您见过几次面 但是我相信您是一个有良知的人 相信您也知道 叶律师是一个为大众发声明 我也相信您一定知道 杀掉破晓的雄机天一样会亮 相信您也像我们一样 在黑暗中仍然希望能够睁大眼睛寻找光明 您绝对不会做一件使您终身都感到遗憾的事情 现在 就让我们都当着这个 对未来抱有希望的幼小生命面前 做出我们自己 和对他们未来的决定 我相信您一定会做出一个有责任心 有担当 有责任的决定 我也相信您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好人 太太 您有一双温柔的手 拿着这两个通信证就能躲过所有检查 往前走别回头 把他们俩放了吧 找着凶巴巴的 赶紧 来 走吧 我说叶太太 回来别忘了让你先生请我吃饭啊 好 穿外 Today 盛点 撕裂了大地的沉默 心中冲破了迷雾的封锁 在这暴雨强制的时刻 是谁诉说人间的脆弱脆弱 前路固埋着命运的坎坷 命运暗藏着前路的荧光 在这暴雨强制的时刻 是谁隐藏人间的杯盒 杯盒 想你想的阴晴圆缺 爱你爱的悲欢离合 直到雨后那阑珊灯火 化作我梦中的对酒当歌 想你想的阴晴圆缺 爱你爱的悲欢离合 直到雨后那阑珊灯火 化作我梦中的对酒当歌 想你想的壮怀纪念 爱你爱的上下求索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波 换来我梦中的铅碼碋 黑不是我 圣 waar